蜘蛛判斷部分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除了自己本身以外 不能被其他的數字 除了1和自己本身以外 所以其實是有個範圍性的 所以我們可以像我這邊程式 主要我這邊來看一下 其實第一個 我這邊增加了一個變數 叫relaught 那你這個變數你可以 我預設值等於0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寫成false 其實在python或其他語言都一樣 其實false其實就等於0 那true的話等於1 所以如果你假如說 像你想說老師你為什麼不打false 其實false要打五個字 0只要打一個字 當然打一個字比較短 只是說你要知道說0就是false true就是1就是true 所以你會發現有些開關上面 會寫0跟1 0的話就關 1的話就是開 因為我們習慣我一看我就知道了 但有些人可能沒有寫過程式 他可能對這種邏輯都不太清楚 所以這邊的話0就是false 意思就是說relaught這個變數 它預設值是不能被其他數整除的 不會嘛 OK 目前是不會啦 不過我們讓它跑 所以接下來的話請輸入一個整數 把它轉成int 放在prong這個變數裡面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一個字 叫做53好了 Enter 那就把53的字串放進來 轉成int變成53的數字之後 放在prong它變一個整數 然後除了1 所以我們從2開始 它到那個怎麼呢 自己本身以外 所以你不用prong 不用加1 因為加1的話 變53也會跟著算進來 所以如果你放53的話 有沒有 這是stop的 所以到53 所以它會2到52而已 不會跑到53 有沒有這個range 當然後面我講過啦 其實後面逗點有個1啦 就是說這個逗點1 理論上是可以省略的啦 那接下來我們做什麼呢 看看能不能被它整除 被什麼整除 被它除以 你這個數53除以 除以什麼呢 除以2到52之間 能不能整除的話 你可以寫成這樣子 有沒有 prong 然後百分比 這個i 整除的話 就等於等於0 特別注意喔 等於要兩次喔 VBS要一次啦 這個 是python的寫法 等於的話 兩邊做比較的話 OK 特別注意 你這個地方就要兩個等於 等於0 然後呢 如果能夠被整除的話 那表示result等於1 意思是說能夠被整除了 OK 所以如果0的話 它一直都是0的話 那表示它就不是 不能被整除 反之的話呢 如果為true的話 變成它被整除 那 所以底下我們有做一個邏輯 如果result等於true的時候 那你直接可以寫成result result如果等於1 那1的話就會跑這裡 它不是直樹 反之的話就是直樹 OK 所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像剛剛這個地方 執行完之後的話 請輸入53 enter 那就是直樹 反之 那再來輸入一個51 不是直樹 可是呢 這樣執行應該也沒錯啦 只是說 就會有同學說 老師感覺好像 程式好像有點太冗長了 是不是可以把它縮短一下 所以喔 接下來當然喔 一般是把程式先寫好了 第二階段才去想想看 有沒有辦法把它優化 OK 有沒有辦法讓程式變得更精簡 所以你可以看到喔 如果把這個result拿掉的話 是不是可以讓程式變得比較精簡 如果屢到不要 這個也不要 那意思是它能夠被整除的話 那它理論上就不是直樹嘛 所以你可以不是直樹放這裡 有沒有 然後這邊的話 可是問題來了 是直樹的話 那它寫哪裡 是直樹 寫在這裡嗎 OK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執行 如果我輸入到 輸入51 Enter 會怎麼樣 不是直樹 不是直樹 是直樹 為什麼呢 因為它可能被3整除 然後可能又被下一個是什麼 17吧 整除有沒有 然後呢 最後呢 它跑到這裡之後 跳出來 又是直樹 OK 所以你會發現是直樹 那如果是53呢 53可以耶 所以它如果不是直樹的部分不OK 所以怎麼辦呢 這地方有沒有 所以關鍵地方來了 只要能夠在這個地方 讓它跳零一些就可以了 不過如果你現在把它break 打一個break OK喔 有沒有 可以想說到這裡break掉 那break會跑到哪裡 其實還是會失直樹 因為它一定會跑 所以喔 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有一個另外一個寫法 你可以喔 直接在4的外面有沒有 再加一個Ls 冒號 然後把這個print寫在這個後面 跟各位講喔 這個也是蠻特別的 因為呢 以前喔 我們VBA裡面 一定配那個Ls 一定是 但是喔 在python裡面還蠻妙的 它 可以讓什麼呢 回圈有沒有 也可以搭配Ls 所以喔 所以喔 它的4另外還可以配Ls 所以這種寫法 我覺得蠻有彈性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跑到這邊來的話 那剛剛那個問題 如果有個Ls 就可以解決了 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剛剛那個 輸入51不OK的話 那現在如果改成這樣子 多一個什麼 多個Ls喔 就是4配合Ls 那 我們 這個地方還是要加一個brake 因為你沒有brake 它變成會跳兩次 比如說3跟17好了 它就變兩次 所以這個brake一定也要 另外多加一個Ls 我們來試一下 51剛剛會錯 現在會不會錯呢 它就是不是直速了 那就brake掉了 然後Ls也不會跑 我們來試一下 Enter 有沒有 不是直速 當然呢 理論上那個53應該也都沒有問題 53 Enter 是直速 所以喔 如果你假如不要用剛剛那個relaut 來串這個邏輯的話 那其實喔 你可以再運用兩個東西 第一個 加一個brake 為什麼要加一個brake 因為如果不是直 因為它 如果其中其他中間 假如說 除了能夠被3 或者是其他數字整除 它就 只要能夠被整除 再跳一次 不是直速 所以呢 理論上就是 如果能夠被整除一次的話 那我們就把這個回圈裡面的 跑的動作就結束掉 就不要再跑了 那第二個就是說呢 乘4就結束了 也不會跑到Ls 所以兩個東西喔 一個是brake 一個是Ls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判斷直速部分 第一個 第一個 我們是用relaut 就是 做那個true跟false的串 但如果說你想要讓程式更精簡的話 其實另外可以思考 欸 是不是可以再加一個brake 跟Ls 讓這個程式變得更精簡 就不需要說 先判斷一符 然後再去判斷一次 感覺好像有點太浪費時間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試試看喔 那個直速判斷的部分喔 好